诗篇第六十一篇 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墓里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 希腊 神啊 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 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 你要加天王的寿数 他的年岁必存到四世 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 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 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 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 诗篇第六十二篇 我的心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 唯独他是我的磐石 我的拯救 他是我的高台 我必不很动摇 你们大家攻击一人 把他毁坏 如同毁坏歪斜的墙 将倒的壁 要到几时呢 他们彼此商议 专要从他的尊位上 把他推下 他们喜爱谎话 口虽祝福 心却咒诅 希拉 我的心啊 你当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唯独他是我的磐石 我的拯救 他是我的高台 我必不动摇 我的拯救 我的荣耀 都在乎神 我力量的磐石 我的避难所 都在乎神 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 在他面前清心土一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希拉 下流人真是虚空 上流人也是虚假 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 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 不要仗势欺人 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 若财宝加征 不要放在心上 神说了一次 两次 我都听见 就是能力都属乎神 主啊 慈爱也是属乎你 因为你照着个人 所行的报应他 诗篇 第六十三篇 神啊 你是我的神 我要切切地寻求你 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 我渴想你 我的心切慕你 我在圣所中 曾如此赞扬你 为要见你的能力 和你的荣耀 因你的慈爱 比生命更好 我的嘴唇 要颂赞你 我还活的时候 要这样称颂你 我要奉你的名举手 我在床上纪念你 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 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 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 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 因为你曾帮助我 我就在你翅膀的樱下欢呼 我心紧紧地跟随你 你的右手扶持我 但那些寻所要灭我命的人 必往地底下去 他们必被刀剑所杀 被野狗所吃 但是王必因神欢喜 凡指着他发誓的 必要夸口 因为说谎之人的口 必被塞住 诗篇第六十四篇 神啊 我哀叹的时候 求你听我的声音 求你保护我的性命 不受仇敌的惊恐 求你把我隐藏 使我脱离作恶之人的暗谋 和作孽之人的扰乱 他们磨蛇如刀 发出苦毒的言语 好像笔准了的箭 要在暗地射完全人 他们忽然射他 并不惧怕 他们彼此勉励射下恶计 他们商量暗设网罗 说谁能看见 他们图谋坚恶 说我们是极力图谋的 他们个人的意念心思 是深的 但神要射他们 他们忽然被剑射伤 他们必然半跌 被自己的舌头所害 凡看见他们的 必都摇头 众人都要害怕 要传扬神的工作 并且明白他的作为 义人必因耶和华欢喜 并要投靠他 凡心里正直的人 都要夸口 诗篇 第六十五篇 神啊 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 所许的愿 也要向你偿还 听祷告的主啊 凡有血迹的都要来救你 罪孽胜了我 至于我们的过犯 你都要赦免 你所拣选 使他亲近你 住在你院中的 这人便为有福 我们必因你居所 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 拯救我们的神啊 你必以威严 并公义应允我们 你本是一切地级 和海上远处的人 所依靠的 他既以大能束腰 就用力量安定诸山 使诸海的响声 和其中波浪的响声 并万民的喧哗 都平静了 住在地级的人 因你的神迹惧怕 你使日出日落之地 都欢呼 你眷顾地 降下透雨 使地大得肥美 神的河满了水 你这样浇灌了地 好为人预备无骨 你浇透地的梨沟 润平梨疾 降甘霖 使地软和 其中发展的 蒙你赐福 你以恩典 为年岁的冠冕 你的路径 都滴下自由 滴在旷野的草场上 小山以欢乐树摇 草场以羊群为一 谷中也长满了五谷 这一切都欢呼歌唱 真言第十三章 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 谢曼人不听责备 人因口所接的果子 必享美福 奸诈人 必遭强暴 谨守口的 得饱生命 大张嘴的 必至败亡 懒惰人羡慕 却无所得 殷勤人 必得风欲 义人恨恶谎言 恶人有臭名 且至惭愧 行为正直的 有公义保守 犯罪的 被邪恶情妇 假作富足的 却一无所有 装作穷罚的 却光有财物 人的资财 是他生命的赎价 穷罚人 却听不见 威吓的话 义人的光明亮 恶人的灯 要熄灭 骄傲 直起争敬 听劝言的 却有智慧 不劳 而得之财 必然消耗 勤劳积蓄的 必见加增 所盼望的 持言未得 令人心忧 所愿意的临到 却是生命术 藐视训言的 自取灭亡 竟为诫命的 必得善报 智慧人的法则 是生命的权源 可以使人离开 死亡的网络 美好的聪明 使人蒙恩 奸诈人的道路 崎岖难行 凡通达人 都凭知识 行事 愚昧人 张扬 自己的愚昧 坚恶的使者 必陷在 祸患里 忠心的使臣 乃 依人的良药 弃绝管教的 必至贫受辱 领受责备的 必得尊荣 所欲的成就 心觉甘甜 远离恶事 为愚昧人 所憎恶 与智慧人 同行的 必得智慧 和愚昧人 作伴的 必受亏损 祸患追赶罪人 义人 必得善报 善人给子孙 遗留产业 罪人 为义人 积存资财 穷人耕种 多得粮食 但因不义 有消灭的 不忍 用仗打儿子的 是恨恶他 疼爱儿子的 随时管教 义人 吃得饱足 恶人 度富 缺粮 请不吝点赞